希望每天都要十多人 站在那边都比较好 采访当下 随时都有民众在国阳大地社区后车站等车 奈奈通勤族都纷纷诉说心声 老婆就要 八十七人后 站在那边 你先坐这边也要多 希望这里能 设个跟长庚一样 回廊式的后车艇 给这些上班族跟学生 上下班 想有个遮风避雨 和可以坐下来等待的后车环境 勤走基层的市议员林佩祥 很能感同身受 因此召集各单位办理会堪 要给民众一个优质的后车环境 这一次佩祥在 大五轮我们国阳大地社区外面 办了一次会堪 主要是决定要 增设在国阳社区 外面的后车亭 佩祥在路口整整站了四年 所以针对这边 有关后车民众的不便 有深刻的体会 因此这次佩祥 连同我们新聊里的 黄书云里长 还有市政府各单位 甚至公路总局 以及客运公司 一起办理这次会干 主要就是希望把这个 在国阳大地社区前面的后车亭 真的把它建起来 建起来之后 这后车亭目前是规划是六平大 然后可以容纳 市道到古道的国道公车路线之外 也会针对市公车路线 做出一定程度的容纳 希望让我们这边 国阳大地社区外面的 这些后车好朋友 能够一次性的在里面等车 整合各单位 预计最快年中前 将给后车民众完善的后车空间 让等车的民众 免受风吹雨淋之苦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